女排德国战郎平用心良苦,世锦赛14人大名单,以呼之语出世界女排联赛德国战,中国女排的出征阵容与前几战相比,变化非常大,包括朱婷在内的6名李约奥运冠军成员都留在了国内,曾春磊、袁新月和龚翔宇携众多边缘国手,参加德国战的比赛,郎平也留在了国内,安家接待其行使主教练职权,郎平的这个决定。 几乎是四年前的翻版,2014年的亚运会,郎平让徐建德带领中国女排二队参赛,他本人得率领主力备战更为重要的世锦赛,四年之后,又到了世锦赛年,今年中国女排的备战重心都围绕着世锦赛展开,因此现在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,对于中国女排来讲,并没有任何成绩上的压力, 而且由于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,已经获得了参加世联总决赛的机会,所以各分战的比赛,主要起到练兵以及磨合阵容的作用。 从本次出征德国队的大名单,联想到四年前,郎平在亚运会与世锦赛之间作出的取舍,因此征战今年世锦赛的十四人大名单,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。 首先在主攻位置上,朱婷和张长宁的位置,没有人能够撼动,前几战刘晓彤获得了大量的上场时间,李盈盈作为轮换球员,偶尔也有出场的机会,断放进几场出场机会寥寥,德国战,郎平将刘晓彤留在了国内,李盈盈和断放,都随对前往德国参赛。 按照世锦赛四名主攻的配置来看的话,朱婷、张长宁、刘晓彤和李盈盈的希望比较大,断放、刘晏涵等人,很难搭上世锦赛的班车。 其次四名复工的人选,袁新月与严妮毫无疑问,将锁定两个名额,王源源在前面的几战比赛中,获得了不少的出场机会,并且发挥的有可圈可点之处。 他正在用自己的表现赢得郎平的信任,胡明源虽然上场时间不多,但是他的快攻能力,在国内球员中首须一指,因此他完全可以扮演骑兵的角色。 所以,复工未知,由袁新月、严妮、王源源和胡明源搭档,相信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,接应未知呈现出三选二的局面。 龚翔宇、杨芳旭和登春磊,无论放弃谁,都比较可惜,杨芳旭虽然酒伤出狱,但是前几战的表现有目共睹。 而且郎平非常喜欢他的打球风格,龚翔宇近期的发挥也比较稳定,尤其是在异传体系崩盘的情况下,近几场比赛,他在异传保障环节为球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 而曾春磊由于受到伤病困扰,缺席了前几战的比赛,状态保持得如何,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。 但是曾春磊与杨芳旭和龚翔宇相比,技术更加全面,而且国际比赛经验也更加丰富。 所以在接应位置上,郎平最终会放汽水,还有待观察。 不过三人当中,杨芳旭的位置最为保险,二传位置上,丁霞吃主力的不二人选,另外一个名额的归属,暂时还不明朗,因为前几战,姚迪的发挥不甚理想。 德国战郎平将刁林宇补充,进队,如果刁林宇能有一个不错的发挥,姚迪将调队,即使刁林宇的表现无法打动郎平,郎平还有诸多选择,比如孙海平,宁阳等人都有着不俗的实力,林立将锁定自由人位置上的主力毫无悬念。 王孟杰在联赛中的发挥非常出色,但是在国家队,王孟杰并没有展现出在联赛中的水准,一船经常出现波动,他能不能搭上市锦赛的末班车,还需要观察孟子璇,能否在德国战的比赛中有上加表现。 女排斥锦赛名单猜想,朱公、朱婷、刘孝同、张长明、李盈盈副公、袁新月、严一、王元元、胡明远皆应、杨方旭、龚翔宇、曾春磊、二传、丁霞、刁林宇、孙海平自由人、林立、王孟杰、孟子璇。